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我想要来开箱 那开什么呢? 就是美工刀 那我们经常在计货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美工刀 那平常我会带一只小小的一个美工刀 那有时候要割纸箱很方便 那其实有些人他这个钥匙圈都会挂一只美工小刀 超级小刀那种 那其实你如果在这个钥匙圈挂一个超级小刀也很危险 因为不小心开开你就会挂到你的手 那是后来呢 我为了这个方便性 我就特别去买了一只比较专门的一个小刀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设计起来也很不错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这一串钥匙圈 这一串钥匙圈里面 就有一个这个小刀 在哪里? 这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小刀 那看起来不会那么可怕 你带一只刀在身上 这是钥匙 长的跟钥匙的形状 看起来不会那么危险 因为他这个 这个有一个硬硬的 他的弹簧 他把它夹住 这个刀是蛮利的 切水果啦 削苹果都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是蛮好用的 像我平常有时候碰到有些纸箱 要割 我们就用这个小刀这样子 那割是蛮好割的 你看 那万一像我们有时候一些打包袋 有没有 打包袋 这样子 就很容易 包括这种比较硬的打包袋 也是一样 那刚才塑胶绳嘛 像这种 机器打包机的打包袋 也是一样割的断 那削水果啦 削苹果啦 那更没话讲 那也都很容易处理 然后呢 这个 就收起来 平常收起来 比较安全 也不会说 感觉很可怕 这样子 虽然是个小东西 但是 如果我们带在身上 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方便性 这是我今天的 简单的一个开箱 我觉得 蛮方便的东西 那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 也不用了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